大家好,这里是9号档案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不仅有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 还有享誉全球的中国四大发明 其中,活字印刷术更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它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生被许多人质疑 尤其是韩国,为了能成功深移活字印刷术 居然联合了一些所谓的专家直接否认毕生的发明 甚至质疑是否有这个人的存在 但历史讲究证据,没有证据的言行始终上不了台面 1990年7月的一天 湖北省英山县草盘镇信访干事黄尚文 在路过武贵村池,因为天气炎热就去小河边洗脸 结果在小河中发现了一块石碑 虽然石碑早已被淤泥所覆盖 但还是可以看见石碑上刻有神主二字 黄尚文立刻将这块石碑进行清洗 等到石碑被清洗干净后 碑上的字也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只见石碑上刻有神主与毕生两行字 经过仔细观察,黄尚文断定这应该是一块墓碑 而墓碑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毕生 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是很懂 因此也不敢妄下结论 于是黄尚文将这块石碑交给了考古专家 专家们经过了仔细的复原和研究 发现墓碑所刻时间,黄又四年 与毕生所处的年代相吻合 从一定程度上也确定了梦西笔潭中 关于毕生记载的真实性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专家对发现毕生墓碑的周围进行了走访 发现有许多以毕家字眼命名的地名 由此推测出此地极有可能是毕生的家乡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毕生家族的墓群也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而这座古墓的出现 不仅为毕生的贡献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同时也狠狠地打脸了所谓的韩国专家 纵观中华文化延绵几千年下来 许多智慧结晶都源于广大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 每一位平凡的老百姓身上都有着不平凡 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底蕴之所以浓厚的原因 9号档案馆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点圣池 转圈 到WH